歡迎光臨現場 我是青海港本土金馬獎的影帝 我是馬魯雄 今天說的就是林青霞大明星出書 他說最難演的是自己 你覺得台灣人的這個 政治人不當中 什麼人演的是最好的 什麼人演最好 我問一下車龍錶 車勝錶 車勝演 車勝演 我就是你們的 後面想要是你都是錶 不好意思 我想演員演得好不好 當然是一定要演得好才可以 是 那演員可以分為五種 第一種就是偶像派 你看像我這樣 隨便一個眼神 大家看著想吐 所有的這個婦女同胞 看到我這個眼神 你們就覺得我演得很好 屬於偶像派的這個演法 不用太多的演戲 不像酒孔 幹什麼 我覺得這個看起來比較舒服 那是屬於蚊子派 還有另外一種是水智派 水智派就是吸飽人家的血之後 把母體的血吸乾之後就 黏在那裡 然後母體越來越腮落 但他越來越膨脹 像陳漢臉就這樣 其實他就大了 他大陸都是開節目 節目開開然後被網友還公幹 說什麼演 好像主持的不是太 而且你看現在納豆 還有那個安心亞都不來 那他是屬於蚊子派的 吸飽血就跑走了 他生不知道在外面 碰到一個手掌比較大的 啪 就死跳跳 還有電文派 對對對 那這是屬於水智派 那另外一種是屬於牛肉派 牛肉派的就是像這個 有些人穿西智褲啊 小安心亞 這個笑是不是 安心亞 咬一咬 這種 他有非常美的這種body 身材那麼好 對 漂亮的身材 就叫做牛肉派 但如果醜的身材 那我們叫做什麼派呢 叫做肉餅派 然後叫白雲演A片 演A片小電影 他出賣他自己的肉體 然後博得能夠拍電影的這個機會 所以說我們也要給他 那是以前白雲哥身材很好啊 不然你現在叫九龍哥去演他能演嗎 九龍哥別說現在 他才的身材也是沒過去 其實 其實 不瞞你說有沒有 其實在日本的廠商有找他拍日本的電影 他玩具 他拍日本的電影 那有最後一種其實就是實力派 實力派有誰 你看台智元不錯 台智元他得過金鐘獎最佳 藍配角 還入圍的金鐘獎最佳綜藝節目主持人 他還出過唱片三口組 不知道要談去哪裡 拜託 拜託 失敗的 能唱能主持還能夠演戲 是 是不是 最重要的 文筆也不錯 碩士 是 一本書 由我高水瓶的 來介紹這本書的話 那感覺相對一張 我粉絲一號召 隨便一買兩三萬本 就衝低 比白雲 剛剛在介紹的一個半天 對不對 整個就貶低下去了 我是柔柔啦 你不要搞錯了 今天如果說我講完 介紹這本書完之後 馬上就說 九孔出唱片 大家也去捧場 那只有這本不要買了 所以你還是要好好介紹一下 這本書 九孔他媽也是看這本書 現在在做那個 糖醋排骨 九孔每天都吃糖醋排骨 這本書出得好 那一下可以去捧場一下 看著做 謝謝 特隆表講得不錯 來 我們歡迎那個 最美麗的媽媽來講給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歌手出身 那我覺得 我是早期的歌星 三十年前 對 三十年前也是歌手 因為現在聽你唱我 聽不懂說你以前是歌手 但他唱歌 我提出建議 你後面有點害怕 你該衝上去的時候 不敢衝 因為怕Bitch 但Bitch才好笑 對… 我待會兒就衝一下 我現在講一下 對… 而且雅萍姐 你最近唱歌怎麼有 洪融洪的那個歌聲 你剛剛有這樣 因為我最近有在模仿洪融洪 而且好像中繼不太足 我現在要講就是說 就是你當總統 就是要有當總統的樣子 當歌手就要有當歌手的樣子 所以麻鷹酒 他居然講說 米酒從180塊一直跌跌跌 跌到剩下25塊 就是他的一個正績 可是你要知道 之前 因為米酒很貴的時候 很多人就開始覺得吃東西 都少加一點米酒 但是米酒變成25塊之後 你看我們家 通通的煮一些什麼麻油雞 燒酒蝦 薑母鴨 現在有在薑母鴨裡面 以前180塊之後 加差不多只有三杯的米酒 現在這麼便宜 一次加三瓶 所以後來我們家就想像 有一次被酒吃 就是因為這樣子 他多喝了兩杯的麻油雞 然後就醉倒了 所以很多人就是因為 麻鷹酒的這個政策之後 他會讓很多人喝了酒之後 就莫名其妙 酒精濃度就過高了 所以很多人就變成瘦牌子 那你不會吃麻油雞 不要出門 不行 但是不曉得麻油雞的酒 會放這麼多 那你就吃完麻油雞 坐計程車回家 有的時候會不曉得 自己會超過 夏天有誰在吃麻油雞呢 我是說之前的事件 所以麻鷹酒 用一瓶米酒就要請總統 我覺得我還是要把家庭主婦的心聲 唱出來 老師拜託 我要衝上去 衝上去 你衝嘛 好啊 衝啊 我們等你啊 麻鷹酒 淘一瓶米酒就像玄宗通 製作秀 提到人民的問題就放空 聽人民的聲音 當十年再不開繼續演 你感覺去交沒有記 的記憶 啊 不好意思 那一首都死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還是有一點 因為有一點年紀了 有一點比賽啦 下一首會更好 下一首會更好 我們期待你的下一首 好不好 來來看一下那個 上海的滑雞界的那個態度 周立波特秀來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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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曉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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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海派親口 絕對不講任何一個章子 當然最近有人在網路上 我都微博了 批評我 說我是這個罵人 是吧 說我是這個好像 不是真正的海派親口 其實我不是這樣講 我也在我的微博上發表了 是吧 我說這 是我口裡的一口濃痰 這口濃痰 我就 我把它吞下去 好不好 我不把它吐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好吐出來 吐出來傷到別人嘛 我寧可自己添下去 自己傳染病算 是不是 所以我這個人就是這樣 真正海派親口 海派老海派 親口嘴巴乾乾淨淨 好不好 我不讓人家看笑話了 好不好 那當然大家要去台灣了 要特別注意一些事情 今天我們要注意什麼呢 我們先看看啊 這個第一張圖片 好不好 這張圖片你看 這個是 這是梅花露 不是 這個叫梅花露粉 這個很有名 我們下一張是這一張 好不好 這是台灣最有名的一條道路 叫做 凱達格蘭大道 以前這個名字呢 叫做借壽路 為什麼叫借壽路呢 就是當初蔣介石 在台灣的時候命名的 有人講說是拍馬屁啦 這不知道是不是拍馬屁啦 我是不曉得 但是取其叫做 蔣介石萬壽無疆的意思 為什麼不叫十萬路呢 十萬路不好聽啦 還是借壽路好聽一點 是吧 但是後來為了這個阿扁上台 他好像為了這個關懷 原住民 都選票啦 他們選票 雖然原住民有四十萬張 四十萬多人啊 但是呢 也是要關注他們的選票嘛 所以決定 把這條路呢 就改成凱達格蘭大道 這可以說是 這條路可以說是這個台灣啦 多功能的一條路 有些時候拿來辦演唱會 有些時候呢 拿來露營 有些時候擺攤 很多演戲師的 記得有一群 穿紅色衣服的人很多 都在這邊聚集 還有賣香腸的 賣把布的都在這個地方 變成夜市了 是吧 最近呢這個農民啊 聚集在這邊 把骨子撒在上面 變成一個曬骨場 讓大家忘記了 原本這來是一條路了 所以這個多功能的 一條路的場地呢 在我們這個內地是比較少見的 像是天安門廣場 永遠就是一個廣場 你頂多就是經過開車 經過快點走 走過去看一看 有個雄偉的建築 看一下就算了 是吧 不可能有人在上面 大帳篷露營 這更不要講說 在那邊亂發床單的 你說不是床單 是床單啊 床單往上面一丟 那個床單那個紙 還沒飄到地上 人已經被帶走了 而且現場 一張床單都不會落地 台灣講垃圾不落地 就是我們講 垃圾不落地 我們這裡是床單不落地 床單都不會落地 是吧 所以兩岸情況不太一樣 我們大家到台灣呢 一定不能錯過這條路 凱達格蘭大道 說不定哪一天你就碰上 這邊變成夜市 有人在那邊賣香腸 你去嚐一嚐嚐 還蠻好吃的 好不好 好 我們再看下一個景點 哎呀 這個就是我們 台灣最大的孔廟 是在台南市的這個中西區 一座北朝南兩進兩郎形式的一個建築 算是台灣的一個一級古蹟 很多人講到孔廟 想到山東屈服的這個孔廟 因為孔子是山東人嘛 是吧 孔子來自於魯國嘛 講到魯國大家想到魯蛋 最近台灣常常講魯蛋 這個魯到底怎麼寫 魯肉飯的魯怎麼寫 有人講說魯肉飯的魯 這是魯國人做的蛋嘛 都是齊國人嘛 齊魯一家啦 都在這個山東啦 是吧 其實是不對的 我們先看這個正確的字 應該是這個魯 三點水這個魯啊 裡面一個叉 一點一點 那是肉嘛 裡面魯些什麼東西亂七八糟的 所以這才是魯嘛 我們再看錯的這個字 這魯 上面是魚下面一個字 每天釣一隻魚 那不對了 好不好 所以我想這個魯要搞清楚 原來那個字 三點水的那個字 才是對的 但是我們講到台南的孔廟 為什麼 這麼樣子能夠有可看性呢 為什麼一定要講這個地方呢 因為台南的孔廟 好像是我們河南的松山少林寺一樣 是一個訓練身手的好地方呢 我們少林寺有十八同人症 有木人像 是吧 有這些東西 台南的孔廟 它沒有這些東西 最厲害的叫樹根八卦症 這個樹根八卦症呢 稍不留意 就會跌倒 之前我們這個海協會副會長 我們的這個張明清先生 就是被那個八卦症絆倒的嘛 就跌倒了嘛 是吧 就厲害了 所以去這個台南孔廟的時候 特別厲害 要注意一下 那麼這家還有一個台中的孔廟 前幾天胡婷婷在那邊辦了一場秀 還在這裡走壓軸 所以說你看台灣的這個孔廟 跟我們內地的孔廟是不一樣 我們內地的孔廟呢 感覺上比較嚴肅一點 這個好像台灣的孔廟呢 辦的活動都比較活潑了 它連樹都會跳舞了嘛 是吧 特別熱鬧 所以到了台灣之後千萬 能夠到台灣的孔廟去看一看 千萬這個 要去這個 看一下他們孔廟的多樣性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到這邊了 有空的話到台灣去參觀參觀了 謝謝大家 再位再位 這走秀的地方這麼多 為什麼要去孔廟 這孔廟不是有八卦陣嗎 台灣人不怕這個 那八卦陣是針對咱們這去的 難怪咱們這去的人一半就倒 這樹根還會認人 對 台灣真是個美麗的寶島 樹根拔掛陣 樹根拔掛陣 人間的天長 四季如蟲呀 東暖夏涼 身體呀好風華 好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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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風華